菩萨他就是累劫这样修行过来 他就是要度化众生的 所以我们众生有苦的时候 我们去求菩萨的时候 菩萨就会教导我们 了解我们 那么来教导 然后呢 增长成就库 因为菩萨他就是要能够 教导众生来成就众生的 然后呢为一切众生整记 拔诸苦难故 他就是可以当作一切众生的这种救济 那因为他能够拔众生的苦难 然后他为一切众生一处 就是我们说归一之处 一就是归一 我们就是归一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把菩萨当作庇护所 我们可以得到菩萨的庇护 好像下雨了 我们有一个雨棚 夺雨是这样 叫做归一 所以我们的归一佛 我们把佛当作我们的庇护所 那可以来加持我们 那我们学佛 这样医子 的意思 所以归佛归法归身 以佛法身三宝为我们的医子 是这样 所以 为一切众生一处 守护世间故 为一切众生救护 令缅部位 就是救护众生 不让众生 有生各种的恐怖畏惧 没有这些的害怕 然后又说菩萨就好像是风轮 风轮 它是风轮 好像是一直在吹一直在动 那么他就能够持诸世间不令堕落恶去 所以菩萨 他实际上好像一直在辅助我们众生 不要让我们众生堕落到恶 恶去这样子 然后又如大地 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 弥切大事 他在赞叹善才同时 然后他告诉他 就是你真正要发 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了 那么是有这一些的这种功德 然后你要行菩萨道 那菩萨实际上是很难得的 那菩萨的特质是什么 所以这边又说 如大地增长众生善根 我们世间的这个天跟地 我们说是有很大的 扶持众生的慈悲心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地 任我们众生在这个大地生长 所以大地有能生之意 所以菩萨就好像大地的话 他就是让众生可以增长我们的善根 菩萨就是要让我们众生能够把我们的善显现出来 那这样的时候才是成就我们众生 那又如大海 福德充满无禁锢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 就是这样子很维系的 很维系的在这么描述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说随着经文 我们就应该去观想 真的大地有这样的功德 大海有这样子的充满无数无量的这种福德 那就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就随文入贯 所以这个文字我们就要去观想 这个里面的含义的境界 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 就不会说生这个烦艳的心 这种不耐烦 我会觉得说心慢慢就越来越安定 那之前我也听到有居士说 他有诵华严经 当然我们说佛经这么多 那你送哪一部经都有满一部经的功德 那最近正好有人跟我说 他就送了华严经 华严经不简单 八十卷 他说他送了一次两次 他说他的心就好像开始就清静 他说他本来 他跟他的先生离婚了 然后他的心就是很不 就是心里不平静 然后心里就充满了这种恨意 那每一次想到就想要跟他先生打官司这样子 结果他送了一遍佛案经 他好像就是心里好像就 好像那个事情就好像自然就好像化解这样子 然后再送了一次再送一次 他说他送了好像三四次 他就觉得说好像他如果以前有过的这个念头 一起来的话 他心里就不会再去相应 这个就是我们说诵经为什么有功德 对不对 诵经有经的法律 那一方面我们在诵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实际上也培养了很相当的定律 我们在诵经的时候 诸天护法在扶持 然后我们自己的心又这样子安定 培养了我们自己的心的定律的时候 我们才会看到说 哦 原来我们平常的这些念头 我们的情绪啊 就是一直在拉着我们的心走 那我们没有这些力量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一些的这种念头里面起烦恼 起更加的贪生吃的这样子的加油添触下去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跳不出来就是这样 那当我们送了经啊 那我们的心安定了以后我们再看到 哦 这个只是一个念头而已啦 是这样的 所以佛法的这个境界实际上就是说 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心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呢 我们一个念头我们就把它当作真的境界了 我们就是真的啦 就一定要照着这样子照 那宋经是这样的 那我们佛法说的 我们行善也是一样啊 当我们习惯了行善的时候 我们的心也转换了 我们的心也从善就自然就是能够 好像跟我们本来的这些贪生之烦恼 它就好像自然就有一个抵抗的作用 那一样的我们说 布施 持戒 忍辱 都是一样这样子的 让我们的心培养自己的一种 自在的这种坚定的力量 那何况说禅定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培养自己能够安定的力量 禅定的时候就 就是本身要有一个方法 处习啦 念佛啦 然后把我们的心安住在这个佛号跟呼吸上面 那这样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心呢 本来想通想息的它可以安定下来 是这样 那更何况就我们从这个里面 培养了自己的智慧观察 这个时候就好像是一个灯 它没有这个外面的这种干扰 或是它很强的时候 即使有风也吹不息 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照 照的时候就是说 我刚刚说的那个居士 它自己的念头起来的时候 它自然就不会再跟它相应 就是有智慧光明照到了 是这样 所以正好也有这样的例子 所以顺便在这里跟大家这样子解说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就说菩萨所行的 菩萨行是经过菩萨自己修炼 然后呢 利益众生的时候 它有这么多的功德 利益众生的实际的这种菩萨行 就是如大地 如大海 还如近日 就是清静的日光一样 我们说我们这个世间所有的生物 绝对不能没有太阳 这个世间空气也一样 这个太阳也是一样 所以说如近日 我们说智慧如大天尊 就是这样智慧 智慧就是光明能照 那能照的话就是像太阳一样 大天尊 就是大天在我们天空中的祖尊就是太阳 所以我们是用这种自然界的这种特质 来形容实际上是我们心里的修行的境界 那我们在修学的时候 就是以菩萨佛为究竟 那菩萨为我们学习的对象 所以说如近日智慧光明 普照故 那如虚米 虚米呢 虚米是指虚米山 因为以印度人的观念 我们这个世间的中心就是虚米山 那旁边有八个大海 那所以说虚米山是最高的 所以用菩萨形来辟育做虚米山 就来以他的这种善根像虚米山这么高 来做比喻 那又像明月 那明月就是像智光出现 因为太阳光我们现在知道 太阳是他自己能照 那月亮的光就是反照 实际上月亮他自己本身没有光 可是因为月亮本身他虽然是反照的光 可是他正好是在晚上 所以等于是能够照破黑暗也是有这种功能 所以说智光出现 又如猛将能够吹拂魔君 又如君主佛法成宗得自在 所以君主就等于是说我们学佛的时候 那我们要了解佛法 那所有的法呢 本来是说诸法是指一切所有存在的现象都是法 都是法 这是什么东西都有每一个东西的法 等于是他的法则 可是佛法呢 就等于是让我们了解所有法则的觉悟的法 所以叫佛法 因为佛是觉的意思嘛 所以说他要觉悟的是什么呢 觉悟一切各种事物的法则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觉悟了 觉悟了一切法 所以叫做佛法 所以能够这样子的话 真正的修学到佛法的时候 就等于是在一切法里面自在 所以称作是君主 又好像是蒙火 那这个蒙火呢 它也不同的作用 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我质 所以说烧尽众生的我爱心 我质 还有我们的这个贪欲爱心 所以能够像火一样把它烧灭 又如大云 这个时候大云的作用就是能够浮降这种甘露水 所以他这边称作无量的妙法语 法就是像雨一样滋润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众生的心 实际上是很烦躁的 很枯燥的 所以要雨能够滋润 那又如时雨 即时的雨 就是我们需要水的时候呢 它就会下 能够增长一切性跟牙固 我们要对佛法有信心 那么它的牙 就是说我们这个信还不够的时候 那么还需要这个食语来灌溉 让这个信根能够生牙 就是这个生牙 就表示说本来我们是有信心的 信心是在我们的心里 可是它是个种子 所有的善根都是种子 等于是说我们的心 实际上是充满了各种的善的可能性 那他们都是像种子一样 那这些种子呢 要用什么来滋润呢 菩萨它就好像这个雨一样 我们得了这个雨水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本来具有的这个种子 发芽就是这样 发芽所以叫做信根牙 这很微妙 这个是牙 这个经典真的很微妙 他如传师 菩萨像度传的人 传师是度传 他有一个师 我们说现在我们都是比较尊敬 工程师 医师 老师 法师 这是传师 自己是师 因为怎么样 他可以度人从此岸到彼岸 那菩萨呢 就好像是传师一样 因为他能够视到法海经济处 这个地方的文字就是说 因为他可以引导 指示我们 在这一岸呢 我们知道要到彼岸 那这个海是什么海呢 是法海 法海 就是所有的众生的法 就好像大海一样 如果众生 我们不了解众生性 那可能我们说交到恶友 那不是就沉下去了吗 所以我的师父上脚下云法师 他说 这个流水泼泼心 他说 我们的一生 人的一生 就好像在大海里面的一泼文 我们的人生 就如大海中的一泼文 大海里面有多少的泼 一泼来一泼去 一泼来一泼去 马上一个泼就换了另外一个泼 就是说 我们人生其实是很 就是很脆弱的 然后随时都可能有发生什么危险 这就表示说 我们自己做事情 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他也不一定说是我们就死掉了 而是说 我们的心性 如果一个不对 我们可能就整个人就 真的就 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一般的人也是有说 一失足有没有 成千古恨 就失之好礼 就是差之好礼 失之千礼 就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用法海来辟喻 其实是辟喻 当然是整个的众生的海 是很险恶的 那我们如果学了佛呢 那我们如果学了佛呢 我们就变成是广大无边的法海 所以就等于是说 菩萨是好像船师一样 告诉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渡过这个海 所以能够金 金就是说渡口 你可以搭船的地方 那祭呢 可以得到救济 可以得到解脱 所以迷捷大士呢 他就是告诉善才童子 还有菩萨好像如桥梁 可以得渡生死海 所以迷捷大士呢 告诉善才童子 那么这一些的内容 那么他就很高兴 那么令这个善才童子 而且呢 当场因为诸天 还有这个世纪里面 这么多的一万个人在听 所以呢 当时有很多的菩萨 都非常的高兴 然后呢 他就从脸上 就放出种种的光 普照三间大间世界 然后他的光呢 一照射出去呢 被他照到的终身 不管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来到 来到这个迷捷大士的前面 他的地方是这样 然后迷捷大士呢 就为他开示演说分别 那他的法门是什么 叫做伦治品庄严法门 这个就是迷捷大士 他所修的法门 他这个法门呢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德 所以我们呢 先介绍迷捷大士 他的这个 伦治品的庄严法门 就是他的脸可以放光 然后众生呢 就会到他的地方 然后他为他说法 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法门 是迷捷大士的 那我们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是第四位善才同志所参的善之士 那我们下面的再 下一个单元再继续解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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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邮政华波 沪明社团法人 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华波账号 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 205666 012001 205666 生重灾时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若是关怀 不食动物 慈悲制业 花莲中心 起见药师法会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月12日 到11月14日 12到13日 恭送药师 琉璃光七佛 本院功德经 14日 礼拜 药师饱餐 时间 每日上午 九点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 160号 电话 03831 1673 03831 1673 敬请 与慈悲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 保护措施 小神通月 功德日 善恶行 成十亿倍 慈悲制业 高雄中山书方 举办三十系列 超度法会 护生祭 蒙山诗时 恭请 慧泰法师主法 及法务 指导神众 共同领众 日期11月19日 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七楼 恰循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 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同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 佩戴口罩 措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我们有可能会堕入轮回吗 上师答道 入心空性 自信中 无法寻得轮回机 轮回之根 恒长之静 无弥觉性 非可下肚 对此你可以坚定性结 出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佛法修持中 有个修者吗 上师答道 本质自了之 本出空性中 佛法之修持 修者皆不得 实善作为者 本出极空性 固入佛法修 无有所作者 对此 你可以坚定性结 我可以坚定性结 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我们应当依赖个人的教研吗 上师答道 佛心确实极为辱自信 恒常在你之内无需寻 仅只了知极为法身佛 无法经由他人而视线 你可以坚定信解 此无需教研 错家佛母向上 佛母向上师问道 了正的修行者 仍必须投胎转世吗 上师答道 于此天空般的星星中 无法寻得夜的驱使力 六道众之胎门便空无 习气与夜积聚皆好境 轮回三界由身处瓦解 唯一之界视为如星星 了无变迁基本非存有 出生死亡由根缘中断 得见阿赖耶无根自信 便是生老病死 便是生老病死留真散 必然净化一切夜首报 六道之音以除无效用 不斥轮回其已自消融 不达涅槃其境得成就 轮涅交融法身中无二 一无再受夜报身之机 上师如是说 优优独播剧场上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述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树的心是快乐的 护身的心是感动的